那我來講一下它的環境 首先 它的主要的功能 介面是這一個長條 那這個長條的位置呢 它可以在左邊右邊跟下面 那所以你可以點這個十字 你可以拉著這個十字箭頭 它可以拖曳換位置 可以換地方 那這個的作用是當如果你在學校操縱那個電子白板的時候 看你的教學習慣 你習慣把常用的功能表放在左邊還是右邊還是下面 上面不能放 為什麼因為通常電子白板還蠻高的有的老師身高比較矮所以放上面會按不到 會按不到所以這個看個人的 習慣 那大部分的功能都在這裡 那這邊另外有一個小小的功能表 這個小的功能表呢 它是那個 它也是用這個十字 可以移位置 可以移動位置 那這個是有點像那個 簡報 控制簡報 因為你 這是 這一個是 MyViewBoard的軟體 它是有點像那個簡報軟體一樣 所以這一個只是其中一頁 所以你可以新增很多頁 你頁面管理這邊可以看到有很多頁 所以如果你要加頁面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加 就會有第二頁 所以你就會有兩頁 所以你 翻句話說你會有很多個黑板 你就可以把你的講義的內容 你要給學院的東西就可以佈置在 佈置在每一個不同的頁面裡面 那管理使用的方式就像 簡報軟體一樣 像簡報軟體一樣 所以 所以假使我 假設我現在第一頁 那我用筆 這個是書寫的筆 這邊寫一個1 然後我切換到第二頁 這邊寫一個2 那你很明顯你 按左邊就回到上一頁 就回到第一頁 對不對 按2就回到 就跳到第二頁 那你可以在頁面這邊 去做管理的動作 你可以在這邊做新增頁面的動作 所以 這邊也可以挪位置 比如說我把這個挪上去 跟2交換 它就可以這樣換順序 所以這個應該蠻直覺的 就跟簡報是一樣的東西 那至於這一個 這個按鈕呢 它是切換簡報模式或者是 製作教材模式 編輯模式 那所以 如果你是在編輯的畫面 我們就會在 在現在這個就是 編輯的畫面 那如果你做好了講義 做好了教材 你要在 在學校教學的時候 或者在遠端教學的時候 我們就會切換到 切換到這個教學的模式 切換到教學的模式 它就是不能在裡面做改變 只能操作 不能改變裡面的東西 那如果你要 又要再編輯 你就要再切回編輯的畫面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 這個小工具列 那另外呢 在上面這個地方 比較重要的大概是 這個 齒輪的地方 這個設定的地方 設定的地方呢 裡面 這裡面 這裡面 在APP這個地方 這裡有QR Code 那這個QR Code呢 是用 用來給學生 就是要參與的人 他去安裝 這個App MyViewport它有一個 對應的 學生用的App 叫 Compinion 那這個 這個App裝了之後呢 學生就可以使用那個App 跟你的這個簡報 做互動 速度效率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不裝這個呢 其實也沒有關係 當我們在掃這個 課程QR Code的時候 他會 直接啟動瀏覽器 然後從瀏覽器那邊 一樣會到那個 類似App的畫面 去做操作 但是差別就是效率比較差 你會覺得那個 用直接進來的方式那個操作起來的 效率會有一點點卡卡的 那如果學生去裝App的話 你裝了這個App 然後在裡面 從那個App打開來 從裡面去掃這個QR Code 這樣子操作起來會很順 差別在這個地方 好 好那 那另外在左下角這裡 這裡兩個小按鈕 這一個 最左邊這個是背景管理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黑板 切換成各種不同的 長相 所以那個 英文課的老師 他可能就可以切換成這個 好那那個 其他的 你就看你的需求 自己去切換 你也可以換單色的 背景 也可以換單色背景 那這裡面還有一些 其他他們做好的一些模板 所以你的黑板是可以有不同長相 然後包括什麼方格子 都可以使用 然後這一個圖案是 他們 做好的一些模板 好 好 所以你可以去自由的切換你的黑板的長相 這個給各位參考 好那你選了之後他會問你 好問你說你要不要套用 這一頁還是套用到全部 因為你剛剛好幾頁 那你是套用所有的頁面還是套用到這一頁 好所以你設定完之後 再把他關掉就可以了 好所以老師可以設 設定一下你的黑板的長相 好那另外第二個部分 這個參與模式 這參與模式比較像是在實體上課在教室裡面 教室裡面呢 你把他打開之後他會變成一個 分組的小黑板 好那所以如果你教室有那個 大的觸控 觸控白板 觸控白板 那他就可以 同時在這邊做書寫 你分三組就可以找三個人上來 同時三個人去書寫 好那這邊也可以換 四組或者是六組都可以 這是可以自由去切換的你的組別 好所以當我們比如說你給一個學生一個題目 然後讓他們去 在教室 你就可以找幾個人上來 他們 同時可以在上面書寫 但是前提是你的觸控白板要支援多人同時觸控 所以 一般應該都有 至少 兩個 或者十個 所以應該是夠用 這個分組的數目是夠用 好所以這個是在教室的場合 可以這樣用 在教室場合可以這樣用 好那 等一下我們開始會進到最主要的工具列的部分 在目前這個部分不曉得各位還沒有問題 好 那各位登錄應該都沒問題了 好各位試一下 剛剛那幾個 你可以換一下你的 你的黑板 的長相 然後移動一下工具列的位置 那我們等一下會開始講這個最主要的部分 有任何問題可以直接開麥 不要客氣喔 不要客氣